从基隆移居到花莲的文学作家高志芬 在花莲也累积了许多文学创作的能量 最近他有一本新书问世 花莲县文化局在地文学作家 图样特展第29档期 就以爱上吃花的女人为主题 向大家介绍这位新花莲人高志芬 出身基隆 在北部累积了丰富文学创作资历的高志芬 十年前移居花莲 受花莲人文递景的薰陶 他也在花莲这片土地上 酝酿了相当丰沛的能量 最近还出了一本新书 109年花莲县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特展最后一档 就以高志芬为主角 推出了爱上吃花的女人特展 因为我有学习插花 满长的时间从母亲带领我入门 我就学习花艺 然后也有到日本去学习 那之后我出了一本书 叫做《吃花的女人》 现在现场也有这本书 那里面用四季表达的花朵之美 用四季的荣枯凋零 牵涉到一些人生哲理的思考 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体验趣味的事情 所以就把它命名为《吃花的女人》 里面其中是一篇特别感受到说 我跟一位朋友 她因为身体有癌症的末期的事情 那我们两个在京都 吃了一个很特别的茶花花瓣的果冻 从那里我们感受到说 吃下去也获得能量 获得能量又充满了新的生命的感觉 第二十九档花莲在地文学作家 图像特展开幕一室 特别邀请到陈梨 叶日松 林信杰等文学作家 一起来分享导读 向大家介绍这一位 宜居花莲的优秀文学作家 高自分特展在十三乡镇市图书馆 也同步有主题介绍 文化局欢迎乡亲 踊跃前往图书馆 来享受阅读的美好时光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